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講美国 在這兩天前天 通過一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眾議院通過 當然要上參議院 上參議院後就上總統 這個法案我跟郭應該在十月份左右 十月份左右就通過 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裡面 你說什麼 他在說一件事 他希望全世界 透過美國的這個國家的力量 來信任台灣 來承認台灣 你知道嗎 是一個國家 他說要信任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屬於中國 他其實就在強調這件事情 第一 台灣不是中國 第二 台灣是一個國家 美國現在當 用這個方向來做 當然 他一定會有問題 問題在哪裡呢 金門跟媽祖是須於中國的土地 還有我們台灣 頭上的兩百萬的中國難民 就是掌握他們國民黨 在我們台灣的問題 但是我跟各位說 問題是幾問題 這是屬於一個中國的問題 一個中國的問題 就是中國民國 要怎麼回應跟中國統一 我認為這沒辦法 這個是 這塊是沒辦法 說什麼 他們兩岸 什麼一家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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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平 我告訴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對中國人 他們在處理事情 這個方式和態度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那個不好 你聽到有沒有 所以 美國現在當你放棄 齁 齁 就是這個所謂 他們兩岸和平 統一的這件事 他們當你放棄 齁 齁 也不是更放棄 算不讓他插 所以說他不鳥 中國人 齁 因這什麼兩岸一家親 因這兩岸的問題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不想理會 人家 美國現在要處理的 就是說 齁 齁 台灣是一個國家 齁 齁 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台灣不屬於中國 欸我說齁 這件事 是真相 喔 真相相 如果想在台灣 頭上的中華民國 你會想一個問題喔 台灣如果不屬於中國 那台灣能夠屬於中華民國嗎 不是耶 這樣中華民國就 在我們台灣 徹底要下架了 齁 我告訴你這個要害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 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一出來的時候 什麼人在跳腳 那國民黨的人在跳腳 為什麼 他的中華民國要不屬於 他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要消失了 人家現在美國說的都是台灣 齁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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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不是 Report的黑菜 這這樣一直說著說著 我就說 台灣的中華民國 早上是下架 下架完之後 還要進入什麼 軍事審判 齁 你知道嗎 台灣為什麼求你改做中華民國 這又是一條小 這個還有另外一條帳要算 你知道的意思嗎 齁 但是他現在美國齁 他要做的就是先進台灣 先承認台灣 齁 齁 第一 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樣台灣就不屬於你們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齁 齁 這點行為稱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齁 台灣政府 齁 齁 台灣既然不屬於中國 齁 齁 不屬於你們兩個中國 齁 人家自然就會用這個 把你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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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在台灣一定 早上一定消息 齁 現在中華民國要在台灣消息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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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件事 台灣不屬於中國這件事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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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inations 齁 然後他就開天窗了 所以馬英九看他也騙不下去了 國民黨他也騙不下去了 所以他五月份的時候回去記住 回去跪 像習近平下跪 他也知道騙不下去了 其實馬英九知不知道這些事情 知道 知道台灣不屬於中國 美國的政治一定很清楚 台灣不屬於中國 我說台灣不屬於中國這件事 我說在那個政治上 你知道嗎 是對國共兩黨是很傷的 但是這對我們台灣很好 因為我們台灣就是台灣 就不會跟中國在那高高低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台灣就不是中國 那台灣就是台灣 可是老公說這叫台獨 台獨就代表戰爭 那都他們說的 都出一支嘴 好 那方面那不是我要談的 我現在是你說 這個台灣國際的團結法案 裡面主要你說的 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我們先看一下他的內容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 反制中國阻礙台灣 美國眾議院7月25日 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再來內容主張 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 無涉台灣 2758號決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時任蔣介石政府的代表 遭驅逐之後 中國在國際上便實時引述 第2758號決議 將之作為一個中國原則的佐證 來阻擋台灣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如今美國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意在阻止中國打壓阻礙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反制片面改變台灣地位 以此來保障協助台灣持續參與國際事務 再來我們來看他的主要講法 台灣國際團結法案的通過 是重申我們對台灣的承諾 以及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利用國際組織扭曲台灣地位的重要一步 再來他做一個補充 台灣在全球舞台上的合法地位 他說的台灣國際社會的合法地位 你知道嗎?台灣不屬於中國 美國也說很多 台灣不屬於中國就是兩個意思 第一 台灣不屬於什麼中國的 什麼不屬於你們中華民國的 不屬於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不屬於未來的任何一個中國的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說的台灣就不屬於中國 台灣不屬於中國 就說任何人都 任何中國人都不能來代表台灣 包含中華民國 同的啦 所以我們說 台灣不屬於中國這件事 台灣有一個獨立的 那個位格 法人位格 台灣就是有一個獨立的地位 未來會有一個獨立的地位 但是這個獨立的地位 不是你想那樣子 不是你想那樣子 他是在我們你說的日常美墊的架構之下 所以我跟你說齁 蔡英文這倍的人 可能差不多就是這樣而已 大概差不多未來這五年 就差不多要寫這個 那些中華民國就要下去了 說不定明年 快一點說不定年 年底的一個消息就 就一直放出來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就叫做台灣這樣 好 所以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裡面你要記得 他講的一個重點 他裡面說一件事 這個二七五八號結尾文 就是這個 那個時候有兩個中國之爭 有兩個中國之爭 他有兩個中國之爭 就是什麼人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我們台灣這邊的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 跟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爭 在聯合國 1971年的二七五八號結尾文 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 這在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結尾文 裡面說得很精準 台北都只說這句而已 他沒有說台灣要怎麼處理 他沒有講台灣要怎麼處理 他也沒有說台灣要交給中華民國 都沒有 他只說中國的合法代表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已 我們台灣這個中華民國 我就跟你說的是美國死的狗 他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就知道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是 一個在台灣的頭上 屬於 這個 美國的政治機構 美屬的政治機構 怎麼說的就是美國死的狗 那是毛澤東說的 我以前不知道中華民國 到底在台灣 到底在無什麼事 他也不是國家 國際社會也沒什麼信任 但是他還在統治台灣 但是他都要聽美國的 搞不清楚 後來這幾年 研究相關的法論 做一個研究之後 我就精準定位 中華民國 尤其那個台灣台灣關係法 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 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合法政府 第二個 中華民國是美國總統 命令的一個政治機構 中華民國是美國總統下命令 建立在台灣的政治機構 你知道嗎 他叫做台灣機構 就這樣而已 現在中華民國的新聞就是這樣而已 他是美國總統的政治機構 他在執行美國總統的 這個外交政策 包含 保護台灣的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政策 怎麼說中華民國的流行政府 他其實也對 但是他主要的法律身份 中華民國 那時候我們說的台灣關係法 第十條 那叫做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就是 美國總統設在台灣的政治機構 他在執行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 跟保護台灣的政策 就這樣子而已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也不是一個合法的國家 就這樣而已 這個中華民國人說的 上代討論的議題 他講的就是這一個 齁 但是我跟你說齁 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裡面說的一件事 裡面說的這個項目就是 齁 齁 就是說阿強都用那個什麼 就是說 欸 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擁有台灣 這是他 我說齁 這個是他的 論述的 那個基調 中華民國 擁有台灣 阿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所以你這個中華民國的台灣 就是我什麼 屬於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齁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土匪邏輯 齁 這是一個對 因為 這裏面有一個破口在哪裡呢 中華民國到底有沒有擁有台灣 啊我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就沒有擁有台灣 如果說中華民國真的擁有台灣 我們必須有說 林志森說 一早就拿出來 啦 今天有沒有這麼多問題嗎 台灣就漂亮中國 他們中國人都拿出來 國民黨都拿出來 台灣漂亮我們中國的啦 國民黨早拿出來了啦 他齁 早就想麻煩了 阿共也把美國擁出來了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今天一句話發到白 齁 中華民國 國民黨他們 就沒有擁有台灣 人家說的這個 國民黨和中華民國 他們就流亡政府 他們就流亡的 他們就流亡的來台灣 就逃難而已 叫美國力氣艦隊接來台灣 這樣而已 來逗亡啊 逗亡過來的時候 因為台灣到頭上 剛才沒有政府啊 還說剛才沒有政府 還沒有照我營 齁 你知道嗎 阿共照 照照之後 他齁 他說近過七十年之後 我們民主選舉 我們中華民國 一定頂去台灣 這胡說八道 你也要看 日本跟美國買吧 台灣是 國際地位的 爹式就是日暑美戰 這是沒不對的 我按相關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國際法院來研究 真的是這樣 齁 下官條約 舊金山條約 齁 那個降虎文書 齁 相關的一些 國際法院的政府 都一定跟人家說 台灣還有日本 啊 但是今天要求美國 尷尬而已 啊 美國 叫中華州和他的國民黨 尷尬 管理台灣 這樣 尷尬的狀況 就不是他們叫的 齁 你知道嗎 暫時就不是永久 所以 中國民國是尷尬管理台灣 他是尷尬 他受到美國 美國總統的威徒 這樣而已 但是美國總統隨時 可以收 可以收到 可以啊 因為是畢竟是美國總統 都在做委託的啊 但是美國總統可以收到嗎 可以 齁 這相關國會齁 國會齁 他們現在返在船 齁 要算說 要把台灣會齁 台灣國際政府進行 你 你晚上 下個月有大戲 齁 下個月 大概九 九月份有大戲啦 我們齁一直說 有一個政治事件要補充 齁 有一個很大的政治事件 但是齁 媒體到底報不報 那是 另外一回事啦 那是 另外一回事啦 美國政府要派政府的這個人員 要去外 去外什麼 要來我們台灣政府的辦公室 所以說齁 就是說齁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美國政府 那個 美國政府要在我們台灣做台灣政府啦 要自台灣政府啦 這三年前就差不多知道了 三年前我們就看到相關的法案 就早就早都出來 要自台灣政府 齁 一直講講講講到現在 現在他看齁 他現在美國政府開始接行 保安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齁 齁 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齁 當然他齁 那是草案啦齁 內容可能還會再修改一下 因為他現在是眾議院的版本而已 我現在 還在單參議院的版本 他們齁 沒有 他們這個參議院跟眾議院的版本 綜合之後送給總統 那才是最終版本 但是 來賓主要講到 有幾件事 聯合國2758號結文 齁 好像處理中國的代表權 齁 聯合國2758號結文 只有處理中國的代表權 但是他沒有處理台灣問題齁 他只有處理 中國的代表權而已 台灣的歸屬根本就不是聯合國2758號結文可以干涉的 齁 你知道嗎 一馬歸一馬 他只能說 齁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 就只能這樣 不要多做解釋 人家只有處理中國代表權 他沒有處理台灣的歸屬 你知道嗎 齁 他只有處理中國代表權 這裡聯合國2758號結文 齁 所以說齁 聯合國2758號結文跟台灣無關 他就講一句話啦 這跟台灣沒有關係啦 齁 啊這個 我們現在美國通過 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第二洋國說的一個要害在那裡 希望全世界 新人台灣的國際地位 齁 希望全世界開始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 啊由美國政府來做推動 因為我們要考慮一件事 我們今天要講的今天的核心重點就在這裡而已 等一下我再來跟你講相關法案的一些回溯 我用舊金山條約台灣關係和考慮案 齁 齁 還有你們review一件 我們再來的 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最重要的這個政治目標就在這裡而已 先讓全世界承認台灣 齁 啊我們要組台灣政府 啊我們組台灣政府的時候 全世界就跟我們新人 說啊原來 這家都合法在台灣 齁 啊這個來組的就是合法的台灣政府 我們就要這樣而已 你要組台灣政府 欸第一要有人新人 你 你不可以政府組組的 像之前我們有 之前我們有 我們之前有一批叛軍 我們的老同心就知道了 那差不多在那十年前 那個人叫做蔡吉元 早去美國開記者會 說他要台灣獨立 齁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真的 那十年前 我們老同心可能知道 你如果 你如果在我們這幾年 可能不知道 老同心十年以上都知道 齁 他早去美國要開記者 結果被人家帶掉 好像被美國那個 他們死亡的那邊 人家帶掉 齁 啊這個錄像就 全部都沒有了 聽說就是 欸 私底下有看到啦 齁 但是在那國際社會 是 沒有在補答 啊我跟你說 補答的沒有用 什麼原因 從 蔡吉元在美國 跟他開記者會 說我們台灣民政務 就是台灣政務 我們在 美國向全世界選保 倒進 這樣就好嗎 我跟你說是不好的 什麼看的原因 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國際社會 我會不會把你生人啊 對啊 你說帶我就好了 我說啊 林志廷我母 林志廷我 你幾天在那發發 林志廷我母 問什麼人要把你生人啊 齁 齁 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說嘛 說林志廷我 大家也說我 這林志廷我母 不知道多好 大家都這樣說 你看這樣好不好 沒人會把你生人啊 你知道嗎 齁你知道嗎 齁你知道嗎 你說那些什麼人要把你生人 齁 所以我 所以我 我就跟你說 你親自在國際社會 話說你是 台灣要建國 台灣要導致 啊我問你一個問題啦 全世界有 要把你生人啊 全世界有200個國家 你我就拔到 幾個國家把你生人 中華民國母 我今天剩13個國家 我現在剩一些阿三不如的 齁 中華民國剩13個而已 齁 齁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中華民國要沒有啦 齁 啊 全世界你要 你差不多全世界 200個國家 你差不多要 拔到主要的國家 尤其是 G7的 7個國家 七大共和國 跟你承認是最要緊的 那是全球最文明的7個國家 跟你生人 出現過一些國家 大概過半個國家 如果生人你的政府地位 基本上你就是 共生人的一個政府國家 齁你知道嗎 你做人好事都要拔到白人的生人 這是很要緊的 別人要 齁 給你承認 齁 譬如說一件事 你們兩個一男一女 你們要結婚 啊你不用拔到你的親飯好好的 給你生人 我們也希望說你愛嘛 不然你們兩個偷偷去結婚 就覺得 你這個結婚 對上到底對 不對 好啊不好 齁 你知道嗎 你承認跟他就結婚 那你結婚 那你結婚了 那你什麼人 那你把這個人搶 給我們家到底好不好 不要 你知道的意思嗎 人家那些錢飯好好的 給你考驗一下 齁 你在慶祭要搶一個人 要給我們家 幹你老實 那到底是好不好 你也要看著 這位老婆 這位老婆生了三年 齁 齁 你也說最沒有這個 搶起來無害嘛 對不對 搶起來 好了 我們其實我們是希望這樣子 齁 齁 對不對 你要得到別人的信任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結婚還是需要見證一下 那為什麼要結婚 要有人很要人跟你見證 原因也在這裡 要得到別人的信任 你如果要結婚 你就知道 難度你的婚姻 都不用別人給你見證 你就這樣很好 齁 齁 我告訴你你就聽了 你如果結婚姻就知道 啊對 我們還是要有見證 要有見證 別人給你信任 這很困境啊 信任你是一個合法的婚姻 對啊 承認你這樣婚姻是合法的啊 因為大家都會眼睛給你看 看你們這兩個 一年一路結婚是不是合法的 人家說不定 男人一定娶過 人可能會幫你 人可能會幫你 人可能會幫你討人 這個齁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 跟別人結婚過喔 齁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人家 見證原諒也在這裡 因為怕 齁 你叫我怪的 齁 我們也是講說 就是怕 有那些硝小之土 要來騙婚的 齁 我們會怕嘛 所以我希望說 我跟妳見證過 齁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你結婚要有見證 你一樣啊 你政府國家生日的時候 全世界都沒有人 跟你生日子裡 這樣好事喔 哈哈哈哈 對吧齁 你真的說不記得更的喔 我們就在台灣都要 都不用跟全世界 200個國家的 在做交流喔 你要跟台灣跟你玩喔 齁 齁 我這樣跟你說你就聽到了齁 齁 所以我們這個齁 要做台灣政府裡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做台灣政府 如果我們組起來的時候 美國跟我們組起來的時候 齁 全世界 我們在做全世界 主要的國家跟我們組起來 齁 說你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們全世界都跟你生日 全世界都跟你生日 全世界都跟你生日 對不對 欸 那個時候 啊 中國人要說什麼 他要放什麼屁 整天在那裡說 台灣是順利 他們中國的地方也好 沒有啊 人全世界都生日 台灣是一個國家 齁 齁 啊 台灣的政府叫做台灣政府 這樣我全世界跟你生日 我美國 帶領 七大工業國 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問你這件事 如果在美國的 短片子裡 齁 我告訴你 你台灣就是一個國家 哪 那個也不是什麼台獨啦 全世界都生日 不然你要怎麼啦 啊 如果要燒炮 暗時就好來 齁 一久的啦 所以我跟你說齁 台灣團結法案 就是我們台灣政府的 你知道嗎 第一槍 這槍一定開下去了 你知道那是什麼 砰 現在一定賽跑了 這個法案過 我告訴你 可以說是 第一聲名槍 我們台灣政府被做的 第一聲名槍 所以這件事是一件 很要緊的 政治事件 齁 我希望說 我們的同心要有那個什麼 警覺性 齁 齁 那個政治的敏感度 欸 我們未來都是政治家 台灣的政治家 你對這些政治齁 美國相關的法案 你要有敏感度 那名字出來 這盤子裡面 他主要在說什麼事情 你要有那個敏感度 你要去看法案 齁 法案我待會 我其實有稍微 做一個review了 大概來賓就跟他講兩項 第一個 聯合國二七五八二結尾 是解決中國的代表權之爭 無色台灣 跟台灣都無關的 齁 那個是屬於一個中國的問題 齁 第二個裡面講的就是說 在美國的帶領之下 你在美國的帶領之下 齁 齁 希望全世界的人 齁 都來信任台灣 啊 讓台灣去參加國際組織 你知道意思嗎 啊 所以我說一件事 我們如果要去參加國際社會的一個什麼 那些一些 算說 組織的時候 什麼人都要起來 爛 齁 我們這個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務 我們台灣同心者的代表 你都要出來 因為我們這是合法的台灣人 中華民國的人 不是合法的台灣人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要執政 這不是開玩笑的 齁 這些要孩就在這裡 這是我們台灣政府的疊情 齁 你們大家齁 我告訴你都要傳傳的 保護要看我的 你知道嗎 齁 齁 準備你知道齁 齁 要來做台灣的什麼 代表白 齁 齁 我們要做台灣的代表 齁 齁 我們要接受全世界人民的祝福 我們台灣是一個國家 啊 我們就是台灣代表 我們的意義就在這裡 嘛 我們這樣怎麼在台灣人 你看你台中華民國新聞情的人 你要怎麼證明說 你是合法的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 你證明說 我告訴你 所以為什麼美國軍事政府 發了我們台灣政府身份證的 這個願意就是在這裡 其實我們 發這張新聞情的意義 讓美國軍事政府人 走來跟我們報拜好 那你十三年前他就安排好了 2011年 齁 我拿到台灣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齁 他後面那個法案 我就想 但是我看不 我有看 但是我真的看不 因為我心齁 是一個 人家說的 政治素人 我們剛剛開始的 很多真的都不懂 但是我有記得 秘書廟之前跟我說 美軍要跟我們做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從來記得 就跟這樣 兩件事我就來了 因為我聽 我知道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對 他在中國大陸 就來我們台灣 他流亡 全世界都沒有他信任 阿阿 阿共我每天都要把中華民國 全都拖回去 齁 你知道嗎 要把它處理掉 齁 齁 就只知道這樣 齁 其實說到時候 我們所知道的 是很流行 就是 就只知道 中華民國是流亡來台灣的 齁 阿齁 他們那個 蔣介石他們是難民 中國難民 他們是CE Chinese Israel 大家就知道這樣 阿 還有一件事 美軍要跟我們做台灣政府 說到時候 沒有什麼日子沒在 阿共不知道 那個 都只聽到 他這樣說 這個目標是對的喔 對喔 那個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 比較流亡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要做台灣政府這件事 我還在懷疑懷疑 我 我只知道 我是台灣人而已 阿你說 這個中華民國是怎樣 我就覺得怪怪 我就覺得怪 阿我就想到 聽他說中華民國流亡 阿我聽到了啦 我拿這張新聞證齁 你知道齁 是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難民證 齁 就是 就是難民啦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就是一個難民證 難民啦 阿想到這個 美國的保護這樣而已 齁 他是個難民證 就這樣子而已 我只知道 你拿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是受美國的保護 阿他是一個難民證 齁 齁 啊 但是我又聽到 畢士長跟我說齁 比較確實的跟我說齁 跟我們所有的同心 尤其是那些老的同心 我們 現在老的同心 2011年 就還有一個同心 應該還有10個 齁 這家都 拍戲沒拿 差不多還有10個 嘿 大概還有10個 齁 那個我都認識 大概 你跟我說我就知道了 大概差不多10個啦 齁 那些人都要做建政 那些時候 比如說要做大安政府 美國軍政府 要做大安政府 就只有說這樣而已 嘿 阿現在終於要實現了13年了 這13年前的事情 欸 以前我29歲 我 幽是28幽 你知道嗎 我現在等到42歲了 從我的幽是35幽 你知道意思嗎 齁 你看等多久就好了 那真的齁 那真的 二年越大齁 你知道嗎 那個身體也真的是 越來越不受控制 齁 你看等多久 等13年 現在才看他齁 美國才開始要來做 齁 但是這個情侯齁齁 這個政治氛圍齁 在29歲 到現在13年 其實我都記得很清楚 其實我都有在做紀錄 阿 我為什麼要寫論文 就是 我這段時間的這個紀錄 齁 這個 算是做 做 這個研究 齁 我們不能說齁 說 那個 算是齁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 國 國際地位齁 我們沒有貢獻 齁 齁 我們也是要自己來做研究 台灣人要自己來做研究 你不可以都交美國去研究 你知道嗎 齁 台灣人我們不可以拼拼 我們也要自己做一點的研究 齁 做得像樣子的 不要做那些一些 歐路不足的名字出來 齁 你現在做出來的名字 那個專家給你看說 啊 這沒什麼問題 其實這樣 那就是你自己做的 齁 齁 你只說做得比較壞 那也是你自己做的 人就看說 啊 你雖然做得不好 但是你也做得出來 代表你的程度 是有一定的程度 齁 齁 不說很壞 你也可以進一步再做延展 齁 所以我說人後的 人後的研究 你 包含台灣的 國際地位的這個 相關的 民主和法律的研究 都要你台灣人自己來 齁 人文教授跟我說過 我知道是我知道的 齁 你知道是你知道的 齁 齁 你知道嗎 齁 我如果要把我都所知道 跟你說 也不可能 齁 但是我用 我的研究都給你看 你用去看我的paper 齁 你用去看我的paper 齁 齁 齁 都在那裡 齁 那你可以拿去看 齁 齁 齁 我給我所有的研究 都寫在paper頭上 齁 寫在他的論文 現在他個人的論文上面 齁 你如果說你想要做 我知道你齁 自己去做研究就好 齁 齁 因為我給我所有的地方都在齁 齁 這個想說 這個網路上面 都講講 齁你想要知道哪裡可以去看 齁 有啦 我有拿去看 我有拿去看 我都沒有看 他的文書那麼多 那一個老公 要到60歲 我說他的文書多少 他在那30幾月做研究 做到他差不多要退休60歲 你怎麼知道的論文多少 差不多 我沒好笑的 差不多 都50片 齁 大概50片 齁 那 都是英文的 一般都是英文的 齁 都差不多50片 你跟那個文書 頭到尾看了之後齁 齁 你齁 差不多要在那看半年吧 你看那個時候齁 你跟那個文書都看完之後 差不多半年 齁 你還要自己做研究 差不多要半年 齁 齁 所以我說齁 他說齁 我要把我所有的名字都自己加 齁 你 你也是要自己去學 齁 我知道是我知道 齁 你還要學生了 你還要很多不知道 他說你也是要去看 看我們這個文書怎麼寫 齁 齁 你齁 去教我們所在的名字 全部都學起來 他說 我所在我要教 我也是要用這個方法給你教 齁 我會給你引導 你要去念什麼書 什麼paper 齁 你的觀念 你自己要去釐清 有很多你不懂的地方 重點在哪裡 那個我都走過 他都知道 我給你指導比較快 齁 他也很好心齁 他公開給你指導 說你們的 你們要怎麼去學 齁 他傳給你教的是 你說你們要怎麼去學 最有效力 齁 齁 你看 你如果說 你如果讀到一個很好的教授齁 齁 你差不多在那兩年的時間齁 你都得到一所 學的差不多五成 你什麼意思齁 一個好的教授啦 齁 你如果讓他娶這樣齁 兩年 你跟他兩年 就要學到五成 你如果對他的辛苦超七年齁 你如果好得好 啊他如果要辦公室 他說我超過教授 甚至你後來 經過十年了 你比你的教授更厲害 齁 齁 常常會有這樣子 那有的學生比較聰明齁 天資比較好 五年就超過他的教授 五年 齁 塑班博班 博班一畢業就超越老師的 有啊 不是沒有啊 你知道齁 那叫青出一籃啊 五年啊 超過他的教授啊 齁 齁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 人說的這個 人說 學 學術精英 齁 這種人也有 其實我自己也有看過 人家五年 他所發表的論文都上SSC 結果 他把教授他沒辦法上 五年齁 齁 你看 拿到國際期間上面 SSCI 你知道嗎 他都拿到兩篇 甚至三篇 經過這樣五年 對一個教授 對五年 他都發表 SSCI 這個期刊 不是沒有啊 台灣 台灣有啊 我自己都親眼 親眼都看過 哇 學長很厲害 對教授 對五年 已經發表兩篇 SSCI 哇 超厲害的 那一定超過的 教他的教授 這種學生齁 我就拿到 SSCI 這個 這個齁 你差不多台灣的 國立大學 差不多都可以進去 差不多都可以進去 他說 連那個 架百校 連 那個台大的教授 可能都還沒有兩篇 SSCI 哇 你我就發表兩篇 那是運的 你要去國立大學 當 那個 教授 是 比較容易的 一個方法就是發表 SSCI 期刊 我說這個台灣每年都有 台灣每年都有這種人 去發表 SSCI 這是學 在學術上面 得到 人家的肯定 這個不是沒有 有 我們每年大概有 差不多十個人 這種的 學術 在各個領域 那一年裡面 頭到尾也出沒十個 對啊 我這樣發表 年輕的 差不多在那三十幾歲 我發表兩篇 SSCI 在讀博班的時候 就 人家已經發表了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都要自己去寫 我也說 你看人 鼻子中傳來話 說我寫 欸 其實也是 你們知道那樣子而已 但是你看 我自己 自己做研究 我覺得我對這個 我有興趣 因為我對這個 中華民國 不想跟我們講的 我特別有興趣 你又什麼不想跟我們講的 你怎麼說 我對我的研究這個 我就比較有興趣 好 我今天就跟你們講完了 我們就是準備 我們台灣民眾的同心 你要傳的 準備 我在那兩年前就開始講 你都要準備 因為我已經看到相關的法案 都出來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 三年前 三年前 我們三年前有通過一個法案 你都 我們同心你回去 差不多在那 2019年 我們有通過一個台灣旅行法 大概三年前 四年前 剛才我們控美案 我們控美案 剛一結束的時候 就是 2017年底 隔一年 我記得是2018年的時候 就在講 台灣旅行法 台灣旅行法 就過了 大概是2018年還是2019年 台灣旅行法就過了 台灣旅行法 裡面就跟你說 有一個 什麼 台灣的高級關聯 要去訪問美國 哇 台灣的高級關聯 各位 你給我看一件事 蔡英文 賴清德 和這個侯友宜 這個賴清德和侯友宜 在8月9月都會訪美 你看他們有沒有 得到台灣高級關聯的 這個什麼 嘿 這個利益 我跟你說 絕對不可能 給他們得到利益 8月9月齁 賴清德和侯友宜 如果一回來 你就知道中華民國 偷偷偷 真的我不敢騙 偷偷偷 人家美國政府 不會給賴清德和侯友宜 什麼利益 他們都了不起那個僑胞 什麼 什麼 他開個歡迎會 說他有去訪美 這樣而已 他絕對不會得到美國官方的肯定 所以賴清德跟你說 我只要去美國白宮 我就先說了 有沒有 你有聽到嗎 上禮拜你說 他自己在那裡背 背說 我賴清德當台灣總統 如果去白宮 我就先說了 別說白宮 你連美國的國會大門 你就打不去 我跟阿伯 人家不會給你去 你中華民國是什麼 你憑什麼 做台灣的總統 哇 你還要去白宮 你要看你的新聞證 你馬上叫賴清德 殺一泡尿照照鏡子 你把你的新聞證拿起來 你看賴清德的新聞證 上面是台灣總統的身份證 是台灣國的身份證 不要讓你看太多 你看你的新聞證 是不是什麼中華民國 那不是台灣國 你就沒有台灣國何來台灣總統 還有啦 台灣何時建國的 你不跟我說一下 哦 你要做台灣總統 我們台灣當時建國 就不要叫你問一下一個問題 啊你 啊你賴清德 你說的什麼 台灣總統台灣國 你們當時建國的 賴清德到現在都 回到不出來 啊 結果自己在那 空手夢想想說 哇 都大家幫我支持 我就說 哇 當上台灣總統 走入白宮我就成功了 啊 所以我說 我說國民黨跟民進黨 這個人都一樣 都詐騙集團 你都叫賴清德 把他的新聞證拿起來 看他的新聞證 是不是中華民國 啊 是不是我們今天說的 台灣不屬於中國 台灣不屬於你中國的 啊 所以台灣不屬於你中華民國 所以我問一下 你 你叫中華民國總統 是 是 不用做台灣的 總代表 啦 不可能的事情 啦 你中華民國 你怎麼競爭在 台灣島 騙這些 傭的八世而已 你絕對不可能 怕出國際社會 因為國際社會 沒有信任中華民國 擁有台灣 還是本來就 沒有信任中華民國 所以你在中華民國 再競爭就是 一章的四季 就到這裡而已 啊 啊 中華民國未來就是 美國軍事法庭 人家的心法庭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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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那樣 那樣好 那樣保全 用手 買一票 一萬塊 也買到手 他買給你 賴清德 民進黨去做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如果說中華民國 真的是 哇 那樣好 那樣好 他不可能 扭給你 國民黨用買 就給你買 我告訴你 他有可能 給你民進黨去做 什麼中華民國總統 吃菜 啦 國民黨 不是那樣好心的人 他不可能會扭你 如果中華民國 那個 真的是那樣好 那樣好 那樣貴重的 我給你 我買一票 一票給你買一萬塊 我也要給他買 國民黨 有的是錢 他不可能扭你 賴清德去做 那樣貴重的 我知不知道 中華民國 不是通康 是灰漏 人家扭你民進黨去做 那樣貴重的 那樣貴重的 其實我告訴你,就整個台灣買掉了,我沒給你嘲笑的 一票一萬塊,買也買掉,你講生笑 阿公有的是錢的,國民黨有的是錢的 你要叫國民黨和阿公拿兩千塊給你台灣頭上的人票買掉 兩世那兩世,錢一開來就有了 你知道嗎?錢一開來齁,我一萬塊都給你拿 那票給我開出來就好 對啊,我給你買了 買票不是沒效,一體以來,現在買票也有效,不是說沒效也是照買 那是沒效的人,你沒效,有效也是有效啦 買票你沒效的 錢一開來就有效啦,你把他拔拔起來,拔拔拔起來都也有 那好像拔拔拔這樣齁,我說你檢調要抓,你也抓不去 因為連英島的人就在那裡,也要買,靠腰看你要怎麼辦 我跟你說,這種的大型的會選,要辦到後面都不再來辦 但賣下去,為什麼連我們家人自己檢查看英島的人也自己要買,靠腰,這是要怎麼辦 你知道那意思嗎,最好買就賣到好了,不了了之就丟了,不要怎麼 如果說真的中華民國那為那要緊齁,他不可能給你民進黨去做 不要亂了,你不會都賣的啦,我不是第一天出社會 我對這些詐騙基團,真的會這些手勞,我很清楚 我看這些詐騙基團在做,我都會有防範,我都會知道整個打架裡面在想什麼 對,整天想那最壞的,你如果要把那最壞的都會發生 真的我不會騙,你把那壞的都會發生,我不會騙 因為我想想那些垃圾人,看他在做工作,我只會說,我沒想過不可以 我沒想過不可以,你帶他不可以 那都做一些紅狗、流狗、普通說的事情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要講,我們也是回歸我們的主題 我們大家要穿穿的,準備要做台灣代表 雖然我們人真的身材不多,但沒有關係,我們是對的 你知道嗎,我們是對的,你放心 我們絕對是對的,為什麼,因為這個法理我都有做研究 我今天就是說,我今天要用我研究的法理,要跟你說這件事 我用什麼來講,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和抗名,台灣是一個國家,也叫台灣是一個國家 現在美國,在我們主要佔領全國美國的代表 要希望全世界都來進行台灣的國家地位 這是一個很要緊的事情 所以如果美國軍政府在做台灣政府,在我們做的時候 就得到全世界的信任 這樣全世界的信任,我們台灣是一個合法的國家 當時跟黑工的時候,人家說生米煮成熟飯 他們中國人在那裏,在那靠北靠北,靠北,靠北 沒有了 人家全世界七大工業國 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 這差不多都是七個國家,主要國家給你信任 還有一個義大利,都是七個,給你信任 你台灣是一個,受到我們信任的一個合法國家 那就是我們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主,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我們台灣政府受到全世界國際社會的困臨,說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在講我們成功了 我們那一天,我們也成功了 當然我一年齁,那些中國人,包含中國民國派一定會跟我們做好 百分之百,他一定會阻擋 包含我們這國的,聽說上個禮拜嘛 季辛吉,他也跑到中共,走去中國,可能去說這件事 說台灣問題 季辛吉歸病,主要就要說我們台灣的問題 講台灣問題 阿季辛吉為什麼特別揮到中國去 當然我在揮的啦 這是我猜的啦 中共是 欸我說喔 季辛吉會訪問中國是中共的要求 中共用專機接一接 接到中國 阿這有,為什麼中共要把季辛吉 齁,他接到中國 這要說一件事,他要問季辛吉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不是還有轉返的空間 主要是你問啦 所以他用專機跟季辛吉 用專機跟季辛吉搶去中國 搶去中國 做上兵 習近平親自 親自招待 用最高的李毅 李毅後 他們有實底下有訪談一下 阿他其實要講什麼 要確認一件事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不是 說真的照美國所說 是無可挽回的 阿當然我不知道季辛吉對習近平 他這麼多說什麼 基本上阿 你要記得季辛吉他只是一個平民而已 他只是一個平民的老百姓 但是他 會在美國政府裡面看到 看到是不是無可轉返 阿季辛吉喔 一定是 跟中共說 應該是 我 他講 我 他講 他講 是無可改變的 阿希望中共 要理智一點 台灣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你最多都不要插 我在想 季辛吉會跟習近平說的主要是說 台灣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要插 這是對你中國最好的 齁 季辛吉如果說的真的是很有心的 齁 你知道嗎 要算為所有中國人好 他說 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你中共你都不要插 你都不要說話 你就讓他去發電就好 齁 他如果是 真的是說 對 對這個什麼 習近平比較好的 齁 他就會跟他講這個 大概啦 齁 說台灣的問題你不要插 齁 你就讓他 你就讓他 漂在海上 漂在太平洋上面 你就不用去管理就好了 你就中國人過你的生活 你就插台灣人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齁 你如果是季辛吉過 可能就講這個 你如果說季辛吉過 講的是這個 未來講齁 我覺得 季辛吉真的對中國很好 其實也是很良心的建議 建議說 你都不要插 台灣 台灣的一個鬥 都浮在太平洋上面 你幹嘛一直要去理他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啊 你不要插味就好了 你知道嗎 你就當作季辛吉在那邊 插就好了 你不要插他了 你把他縮在問我 對吧 你講的是 你把 你把 你齁 你齁 把你家都縮一縮起來 阿你就插台灣這隻季辛吉外面 插是又如何 說我難聽就像這樣 齁 你就台灣你就不要插就好了 他要怎麼 就知道他 你就不要理他 你把焦點放開 不要再放在台灣上面 齁 你知道嗎 你就轉移焦點 轉移到國內 中國的內部經濟問題 齁 你中國內裡有很多問題要處理的 你把你的 聚焦點 美光燈都放在中國國內 就好了 你不要去插台灣 你待會你就讓他去 我認為如果 季辛吉去那邊講的是這些話 那 那其實他講的是蠻中肯的 是很符合 齁 現在中國目前的需要 阿你如果把這個 中國焦點放在台灣 我覺得那是 真的是早死 台灣現在是一個死坑 你知道嗎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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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事情 因為人也說這是季星級最後一次訪華了 再來應該沒有了 這是以上因為你們一百歲了 他也不會貼到這樣了 這他最後一次了 應該是最後一次了 應該也沒有第二次 因為我有看到季星級鐵欄沒說多好 當然啦 也不是說他會說隨時會走 不是啦 只是說他的鐵欄一定不比年輕 他在那七十幾歲八十幾歲的時候體力又很好 他還會怕 還有這樣其實還蠻有活力 七八十歲他的身體狀況也是很好 不過他說他身體真的不錯 他即便到了今天一百 一百歲的狀況他的體能也在那一百歲的老人來說也還算好 因為 我們家也有九十幾歲的老人 比較起來 季星級還不錯 他的狀況其實都還不錯 他就是想說 他既然一百歲他也沒機會再來中國 所以習近平就說暴擊 跟 拆來中南海 好像是吊一台賓館 好像五號 那是 招待貴賓的地方 算說 要 聽季星級上 良心的話 到底 你要對我們中國人 對我們 這麼交代什麼事 那應該是 季星級如果講這些話的話 就我剛講的 其實他 講得很中肯 台灣問題 你不要插 我也是建議 我也是建議 我如果說站在 季星級的 立場 如果為中國人 為習近平好 你都不要插 那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要理他 因為他也知道台灣要發生事情 季星級一定知道的 他 他 想不知道都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 所有的外交 所有外交 你記得 美國 你主理所有外交 這家的圖紙圖書 我跟你講 都是 季星級帶出來 我還講的 差不多 一半 現在美國 現任的 外交官 一半以上 都跟季星級有關的 那都是門 全部都是門生 都是門生 顧力 都他的人 差不多 總共一半 他不想知道也很難 他一定知道些什麼事情 這就是 習近平 要把他 插完 你就在那裡 他想 從季星級的櫃裡面 摘到一些 比較良心的建議 這樣 啊 季星級 整個 說的話是 我剛才說的話 你不要插台灣問題 這樣就好了 他也說你 五路數的問題 你都不要插 這樣交代的時候 你就好啊 跟你中國官就好 這樣就好了 那這樣 季星級講的 是很中肯的 這個 還是一個 對中國 很好的 一個什麼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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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官 美國外交官 你所有的問題都不要插 就要 支持你在中國國內的問題就好了 那這樣 我覺得 季星級 對中國的建議是很良心的 很良心啦 你都不要插 你五路數 五路數跟你中國有什麼關係 幫他也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把你顧好 沒關係 死土也不死 平土 啊 台灣也一樣啊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 中國的 那個魔爪 你往外深 你往外深 人家就 對 就要把你抖了 所以不要 隨便建立關係啦 你不能去 親台人去插什麼問題 你像台灣問題 阿強就 不可以自己去插 你就不要插他 即使他對中國也沒什麼影響 但是你如果越插 你對中國的影響就越大了 反而中國的政治是 動盪的 你去插五路數也一樣 你如果都不要插 其實也還好嘛 你中國的過理也就好了 你如果去問 五路數的問題 我跟你說 你就會黏 你就 越來 風險越來越大 也叫做不當連結啦 我們不應該去插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去插 好 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來我們來看 一個 對峙和平條約 對峙和平條約要說的 我們今天要說一個 主題要結束了 說法例的問題 舊金山條約 舊金山條約 這裏面有說到台灣的問題 第二條 領土的處理部分 日本國政府承認朝鮮的獨立 南韓跟白韓 就是南韓 他們調整的 放棄 放棄對朝鮮的什麼管理錢 日本國放棄台灣的管理權 他叫日本你要放棄 調整的管理權 那也叫日本政府放棄 虎和謀殺跟澎湖的管理權 叫台灣的問題 你日本國你也不能放棄 你看 他的A跟B裡面 插在哪裡 插在哪裡 插在 所以 白白都舊金山條約 對調整跟對台灣的處理 就不一樣 調整是給他倒立 倒立之後就分裂了 南韓跟北韓就分裂了 台灣他沒說 他只叫日本說放棄 放棄給他送 給他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總統跟他的軍事政府 這個 美國總統跟 軍事政府在管理台灣的時候 怎麼用台灣關係 在1979年上 要一定有一個台灣管理法 就說要用台灣管理法 來處理台灣的國家問題 啊我們 台灣跟誰在哪裡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個國家的地位誰在哪裡 誰在台灣管理法 你去看各位我之前說過了 台灣關係有第四條的B 第四條的B 這就是現在美國你進行的要害 B 你看看 第一項 當美國法律中提起外國 民族國家 聯邦國家 政府 或與之有關類似之實體時 這些字樣 應包括台灣在內 而且這些法律應對台灣使用 這幾句話 這幾句話你聽不懂 這幾句話我跟你說 台灣關係有第四條的B的 第一項 你要討論10件 你現在討論 我就跟你說一下 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外國 對美國法律來說 他是外國 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一個政府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有一個台灣政府有沒有 這些字樣 包括台灣 包含政府 所以我們的台灣政府就是這樣來 其實 當時我們問過一個問題 秘書長 我們為什麼是台灣政府 為什麼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主 這個架構是台灣政府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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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軍政府的規定 他說的台灣政府 叫做台灣政府 他是用這樣把他抓過 當然他這樣說 沒對 但是 實際上 你要按法律來看 你要看台灣關係法 第四條 第一項 這當時就寫得很上色 所以你要好好看台灣管理法 台灣管理法 有很多的 病 都放在內 但是你如果 不真的跟他研究 一百件喔 我講 你都沒看到要害 我們在臺灣政府是怎麼來 就在這裡 這些字樣因包括臺灣在內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是臺灣共和國 為什麼不是臺灣民主國 人家說你現在臺灣有一個國家的名字 你應該是臺灣民主國還是臺灣共和國 我們這個臺灣民主國和臺灣共和國 是大家都在說的 人家都跟我們說我們臺灣共和國 不然就是臺灣民主國 或是臺灣民主共和國 你差不多都聽到這裡 臺灣國 他說的就是臺灣國的概念 沒有不對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用臺灣國 我們要用臺灣政府 為什麼 因為臺灣關係法規定的 臺灣關係法在規定我們的名字 政府的名字叫做臺灣政府也寫著 在這裡 臺灣關係法第四條B的第四條B 你要去看 你要看給你的眼見為實 不要聽我這樣講一講 你就不去看法律 所以我為什麼要把你帶來法律就在這裡 這些字樣應該包括臺灣在內 哪一些字樣 政府 所以我們臺灣政府就是這樣來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要用這個法律規定的 法律就規定我們有臺灣政府 他有說 他有說 臺灣政府就是 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國家 還是聯邦 聯邦國家 對 美國來說是一個外國 或與之有關類似之實體史 這些字樣應該包括臺灣在內 有嗎 所以我們臺灣政府的名字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中新聞前 我把它檢定 check所有 他的頭前到後面 所有內容 我不會說 然後我自己也背去關注 人家就說 那中新聞前有效 不然我要怎樣 齁你知道嗎 我用我的這個齁 我說的 我也只是好運而已 還有一個傲盞 我就說 會不會的 這個政府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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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家說是虎傢虎威啦 林志生沒算什麼 他背後那個軍事政府才有恐怕 其實我們在怕的是 你知道嗎那個厲害的不是林志生啦 也不是林志生說的什麼 新台灣的那個厲害 那是他背後那個軍事政府在厲害啦 那個美國軍事政府我們是在怕的 因為那是真的有關係的 所以中華民國反應也問說 啊你林志生這個團隊 有得到美國軍事政府的支持 我們的動心都沒有一個要回答的 啊也不敢說 因為怕說的後來 我們的事情就是 啊你就不會給我講嘛 啊如果像我給我講 我在論文什麼好 我就拿給法官看 欸法官誰在這裡 檢查官你看看 這都不是我講的喔 這都是台灣關係也講的 你那時候那些法官都沒有法論喔 他都講的 他不會給你拿看喔 你如果給我講 像我這樣來講的時候 都點點點 我告訴你 那大家法官都要聽我聽我演講 對啊 換我教育他們 他們 他們齁 那都未受良好教育 啊你會怕是因為齁 你沒有討論啦 你就 你就沒有帶嘛 所以 你要跟人家說 要跟人家辯論 你就 放在裡面沒有名字 你就拿不出來啊 你是要跟人家辯論 啊你講的名字 人家會去查呢 有啊沒有 現在我說法官 欸法官前 我們現在手機子很方便 麻煩你的手機子Google一下 我跟你說什麼在哪裡 我馬上可以跟他講答案在哪裡 齁 包含我們這個 為什麼美國軍事政府是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的名字也是在那裡 還跟你們說一件 還跟你們說一件 這個很要緊 我們在中新聞情是這樣來的 就是台灣管理法來的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規定 那你問我 你問我 你問我問一下 我們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怎麼來的 齁 我說這在那 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跟國際戰爭法來的 齁 你懂得嗎 齁這也要跟你說 齁 因為我們也有說過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你應該都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 我們身有軍事政府 啊你說軍事政府怎麼來的 這法律規定的 你在那佔領地一定要有軍事政府 你去人接第一件事就要生日 當地軍政府 維持當地的秩序 第二件事你要把我接領者 軍事政府 跟比接領者的人民 的代表你要把它分開 那叫做民政府 所以一個軍政府 一個民政府 這是符合國際戰爭法的架構 這個也沒有錯 因為我們進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有成立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下降的 什麼 琉球民政府 有啊 我們那個琉球民政府 那是真的有的 在那佔領地所成立的政府 叫做民政府 有啊 那沒有錯 以前在米軍 那時候去佔領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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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那時候 美軍 四到四到四兩萬 把琉球把它拿下來 一拿下來之後 就成立當地的琉球民政府 啊上面就是美國軍政府 下降琉球民政府 啊到一九七一年的時候才把 這個整個琉球的管理權 還贏給日本國政府 那是 日本國政府好像還花三億美金買回來 這個琉球的相關的管理權 政府設施 這個日本國政府還付了三億美金 把它輸回來 所以確實是有民政府的架構 但是歸屬於國際戰爭法的部分 啊所以有一個美國軍政府跟台灣民政府 然後他叫台灣政府的原因 也是在台灣管理權 第四條的B 所以我們為什麼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叫做台灣政府 其實是這個法律規定的 台灣管理權第四條的B的第一行 他特別規定 台灣有一個政府 這不是我講的啊 這是法律裡面走就是什麼 你如果不要討論的話 我跟你說 你真的整個組合完了 你如果討論錯也不好 你就是要討論台灣關係法 你就是要討論舊金三條的 你就是要把我們的 卷宗看清楚 這些卷宗都不是開玩笑的 我都有特別的研究 我真的有研究 你們都要做政 我會找賣三千幾本出來 那不是價格一本桌 一百塊 但是那是要給你做建政 我真的有做研究 我不是親自我不會說 我是哪有的跟你講 啊當然美國軍政府 平常贏的法律專家人 人家很清楚 人家是比我還要清楚的 因為這畢竟這都贏的 這不是我贏的 我贏的不合 我是拿他贏的來做研究而已 看他講的是不是真的 結果議員就 還真的咧 沒要怎樣就真的 沒要怎樣 所以我們那張台灣政府 身份證是真的咧 我也不知道我特別 還會去關注 我要試林志生說的 到底是對的 到底是軍政府有支持 還是沒有支持 如果軍政府有真的支持 台灣政府這個價格 美國的海關 不可能差沒有的 我在想用膝蓋 我想有一個問題 如果軍政府支持 這樣一定是美國政府的支持 如果美國政府的支持 這樣他的海關 應該是差有在上面上面的 我說更加艱苦 真的錢也要開 背來關注給他試試看 關注最少 還免簽 現在去美國簽證 還要花五千塊的 我還想我那條錢 想來 我找最少的 沒有來 這個關注那一關 想要來試圖 關注是一個旅遊景點 那想要來背來關注 看看 想要來試圖 關注的消費也比較低 我在那關注 開差不多百五塊美金而已 其實也沒花到什麼錢 去那邊就給他吃麵包 去那景點付個錢 看個 看個 進去給他參觀一下 這樣而已 都在那吃三塊 不要再開百五塊美金而已 我也開得很省的 你知道嗎 進去那邊就在那邊參觀 主要都走路 我連 計程車的錢都省 都省的 都用三塊 那是年輕人 其實他關注也不大 關注他只有兩個 大概只有兩個景點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他那個中 我 還不記得名字 那個 他那個是 他有一片街其實不大 但是我說 那裡全部都是飯店 那裡都是 他的一些行政設施 跟他的飯店 在關注的中 中 然後 靠近西邊 他那個 他那個海港 然後還有 南部他有一個軍港 這兩個地方比較熱鬧 其他都是不毛之地 村的 村的人都住到山山 關注都這種五十萬人而已 其實也不多 他主要都住在家裡 家裡就是那個 關注中 靠近 西邊那個港口 還有 最南邊 西南邊那裡 還有一個軍港 這兩個 這兩個 所在 住的關注的人口 這麼百五十八十 他都住在家 村的都是 沒什麼 村的所在 都不毛之地 沒什麼住人都住到山山 就像村莊買進去 這樣而已 那一個村莊裡面住二、三十萬 都住到山山 他主要人口 他是很集中 他就集中在兩個地方 那主要是他的經濟來源 那 關島主要靠什麼收入 靠觀光 還有他的軍事設施 就是那個 米軍在那裡有兩個空軍基地 我記得是不是叫安德森空軍基地 還是 還有他南部有個軍港 他主要靠一兩個收入 兩個收入 所以 關注裡面主要的收入 所以關島靠觀光 然後也靠那個 這個 靠那個美軍 靠美軍在那邊消費 然後在那邊跟他租基地 聽說那個基地 他每年 那個美國 軍政府只有 只有 只有那些 只有那些負十億 你知道 相關的設施要付十億 十億美金給關島政府 關島政府的 吃到錢就是 靠什麼 就是 那兩個軍事基地 那兩個軍事基地有夠大 對 差不多 那個 空軍基地 就真的不小 那我又在外面看那個 軍機在那邊 那個 他在關島最北方 這差不多關島的北邊 我不知道多少 可能有占到關島的十分之一 關島的面積很大 那個可能是 太平洋裡面 最大的空軍基地 很大的空軍基地 那個軍港 那個軍港可以停航空母艦 也可以停核子動力潛艇 你看那兩個 一個 空軍基地 跟海軍基地 你看那兩個多大就好 那在那 中太平洋裡面 是最大的 這個軍港 跟空港 那就是關島 那關島 就等於是一個軍事政府 那你拿 這條新聞前 他說這條新聞前 是軍事政府發力 靠腰 我直接背來關島 關島 實際來說是軍事政府 你控制的 不要說 你說拿這條新聞前 你真的把他背去關島 這條新聞前嚇不出來 我不相信 那如果真的嚇不出來 我就在發育 林志森說的 到底對嗎 知道嗎 所以我說你真的要動一點腦袋 去想想看法理連結 那真的我很好運 我有我去的時候 那出來人說 我在出關的時候 人家問我 你有穿要帶出去嗎 夭壽 我就一個說 靠夭 他問我 問我有沒有槍要帶出去 因為他把我當作是美軍的人 這樣就對了 因為這是軍事政府發力 所以他把我當作我是美軍的人 對啊 所以他問我 我有沒有武器要拖印 我聽到一個漏漏洞 因為大家差不多聽到 有什麼 weapon carry out 我聽到 我說你有什麼武器要吸出 這樣子 因為他說 看我拿那張新聞前給他 他就想說 他拖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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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五秒 看一看 不然他就有效 他說這張是有效的 你有武器要拖出去嗎 嚇死 我真的去嚇到 我就說 這就不是假 對啊 這是軍政府支持 所以 你如果拿這個新聞前 去軍事政府的轄區的時候 你差不多都問得到 你白尾都問沒有 你就要軍事政府的轄區 那軍事政府 美軍出出比較多的地方 因為人家一定有看過美軍 關島就是美軍最多的地方 關島政府就是靠 美國軍事政府 他在一千的地方 他怎麼可能不認識 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的那個 沒有可能 一定沒有 只是你要問到人 這樣而已 你要問對人 你要問對地方這樣而已 其實也沒有很難 但是你就要找就對了 我整個 我真的我沒有看起來 我 入賣的時候 我 那個機場 我全部那個所有的警衛 所有的行 行政人員都被我問過 那一晚我問了二十幾個 我好幸運被我問到 我在前面 我拿這個新聞前給他們看 他都看不見 我沒有看過 他都看不見 他說這張看不見 他把我新聞前拿了 看不見 他都看不見 我問二十幾個時候 我想要在出國那邊給我問到 我跟他說 我只有真的是運氣好 我這個人 真的就是運氣好 包含我運氣 不要 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我也運氣好啊 我跟你們一樣 我都運氣很好的 運氣好的人才會運氣吧 你今天也運氣很好的 又聽到 我們這張新聞前 為什麽叫台灣政府身份證 那也是你運氣有夠好的 那也是我運氣很好的 因為我都有看到 剛好 我去找說 我們政府 有什麽叫台灣政府 有什麽叫台灣政府 有什麽叫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現在知道嗎 是在台灣管理院裡面 我再來炒過一件 那張新聞前 我告訴我們 所有法理的連結 最核心中那張身份證 我們在台灣政府身份證 那張台灣政府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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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整個都算 我跟你說 你知道意思嗎 那張新聞前就是 那張假的 我們全部都算 因為你實在找不到一個 真的 美軍在跟我們支持的地方 我們來參加 我們台灣民政府這個 法理訓練人 你也看過 白的美軍嗎 你也看過 我告訴你 我 我這樣參加13年了 我每年都沒有勞 我告訴你 我真的沒有看過 半個美軍 在台灣民政府法理訓練學院 我沒有看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沒有看過 最少我看不出來 對啊 但是我們一直都說 美軍把我們支持 到底你要怎麼證明 那張新聞前 就那張身份證 那張身份證 那張身份證真的是很要緊 他的頭前到後面 他所講的那些法律 那些法律 你如果看過 你如果從我去管道 你就說 你不會懷疑 他什麼樣不會懷疑 那張身份證 叫做台灣政府身份證 那我現在跟你說 你怎麼會懷疑 台灣 有一個政府 有沒有看到 那怎麼會懷疑 所以那張新聞前 都是叫台灣國人來做 那是沒辦法做的 那只有真的 可以做真的 而已 懷疑 是不知道做真的 只有真的可以做真的 那張新聞前是真的 原因就是他 這個法律就是台灣政府 只有真的 知道 要做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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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是真的 他要做F-35 我會說他絕對做得出來 因為他真的要做F-35 他也要做F-16 他也做F-15 做F-18 他都做得出來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這是 美國戰鬥機最大的承包商 你說他要做嗎 他絕對要做 那今天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絕對做得出來F-35 對不對 我們都承認 我問你 如果是真的台灣政府 他做不做得出來 台灣政府 當然也做得出來 你記得真的 只有真的 才有材料做真的 那如果家他要做真的 做不出來 他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個名字 到底在那裡 他都不知道 如果台灣政府 有什麼是真的 那些都照法 下去做的 只有真的 做真的 你說 叫中華民國 那些敵鬧 什麼 什麼 三民主義 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 那些敵鬧的人 那些人 要把台灣政府 身份 做得出來 吃虎 他們沒有那種敵鬧 他們沒有那種概念 只有這樣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進 有辦法跟台灣政府的新聞情 做出來 你做出來 你做出來之後 你能證明他真的 你要怎麼證明 法律 你把台灣關係 你把我證明我這樣一條 我之前把你加的 那一條一條 你拿出來給他對 所以說 叫你要討論的話 你就在那裡 你把他打下去之後 你把這個法律去對台灣政府的新聞情 你就知道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我說真的 如果真的裡面 整個都真的 你把他檢定檢定 這都真的 你不用 不用否認啊 你保證我們的新聞情 叫做台灣政府身份證 有沒有 那個是很要緊的 我們今天的台灣民主 最重要的 法理的連結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那張身份證 那張新聞情真的是要害的 台灣政府身份證 那張是要害 那張台灣政府身份證 假的 我說我們不用算了 我說我們可以解散 我告訴你真的 什麼都假的 那張新聞情是真的 我告訴你 這張的名字全部都真的 那張新聞情就是很要緊 那講不破 你知道嗎 我們的法理的 法理的地方最要緊 那張台灣政府身份證 美軍你支持的 台灣日俗美將 國際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美國憲法 和這個三個公報 和一個中國政策 和我們的台灣公民權力法 這張名字我都很適合 因為這張名字我都會摸過 所以我都跟你說真的 我按法律來看 我給他檢定 你記得我是很高 我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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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的 不好意思 我寫我論文我都自己寫的 我論文都有 你說你在網路裡面都會查 我真的 真的是靠我自己的身 我沒有背景的 我沒有說 不要這樣 找那個槍手去寫 論文沒有 那都我自己寫的 你知道嗎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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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台灣政府身份證的頭前跟後面所有的名字都是對的 而且我本人有去見證過 我跟你說的就是這樣而已 啊信不信 我相信你們都是信的 啊不然你不會聽我演講的 你如果聽我演講的 你本來就是你吃這頭的 你就是信的人 你就相信這些事情 啊人信經也說啊 信與不信的人不可同富於二 你如果聽我演講的你就是信的嘛 欸我觀眾也不少的 都差不多聽過千 千幾個在聽我演講的 我只要一場演講大概還有一千個 所以 代表台灣人裡面有很多 很聰明的人都有在注意這些事情 嘿 就是你跟我是一樣聰明的 啊這裡我們要注意 同樣的事情 你記得我們是吃一樣一口水的 所以我們會合拍 啊你也想要聽 那這樣就對了 因為我們是 你知道嗎我們是 你知道嗎 有同一個信仰的 我們相信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在這裡 KIP做會 想到我們 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相信同一件事情 啊外面 那是不信的啦 啊我們是信的啦 啊所以信到不信的人 你不可以做會 就在這裡 你也不可以跟他們做會 啊知道嗎 所以你這有信的到不信的 你就會分開就在這裡了 啊我今天台灣政府就跟你講了 啊 有沒有 那他身份證是很要緊的啦 啊台灣也是不是一個國家 他這 裡面有說到喔 說到當美國法律中提起外國 所以台灣在美國法律裡面是外國的 所以這也跟你說 你外國就是國嘛 他也跟你說台灣是一個國家啊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已經是民視了 台灣 是外國 在美國法律裡面 台灣是一個國家這樣 啊你台灣 裡面是一個政府 啊你是一個 民主國家 啊 或是你 我們以後可能是聯邦制的 聯邦國家 我們叫他這個 這個台灣國家裡面說有那個意思啦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政府的架構 有一點可能像聯邦政府 跟美國政府 美國憲法他們 有一點像的聯邦政府 啊 啊有你討論這個問題啦 那到時候我們再說這個問題啦 吼 我們今天要說 我們台灣政府的新聞就是這樣 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我說 那新聞新聞就是 2011年 11月1號發的 那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些人法律已經說 把你寫得很狡猾 到今天那張身分證已經13年了 你也 即使你也看不出他有什麼問題啊 因為他法律都是對你 你看 我們13年以前 我們美軍就知道這些事情跟我們說 這樣說的台灣人都不知道 好 這樣這就是台灣關係外裡面說的 台灣是一個國家的 法律論述就在這裡 台灣在美國法律裡面是外國 外國就跟你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啊 以外 又是美國的外國 所以我問你台灣可不可以加入美國當51州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法律規定台灣是外國 但是你台灣這個外國想到我 這個美國政府的保護就對了 正如說美國政府在討論台灣 他把台灣看作一個國家 是外國 你聽我 人家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地位誰在哪裡 誰在台灣管理我第二條 先前再給你看一下 你對中華民國拾望一下 中華民國 誰在台灣關係外第二條 第二條 由於美國總統已終止美國和在台灣上面的管轄當局 在1979年1月1日前 被美國承認作為像是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有嗎 正如說美國政府一定沒信任中華民國的什麼政府地位 有嗎 美國總統已經終止 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所以中華民國現在不是一個政府 那如果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政府就代表什麼意思 台灣要怎樣 台灣要製造一個新的政府 他叫做台灣政府 你懂什麼意思嗎 這寫在台灣管理我們前面說的 奇怪 這有我們要做台灣政府 然後台灣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外國 你聽好嗎 這樣我們的法理都是對的 這樣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那一開始我會跟你說 我參加我們台灣民政務法理信任的時候 他就說了 美國政府要在台灣做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剛好都完全一望一望 我會說了 我們的老同心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當建政員 我們大民主超過10年以上 最原始的開機觀眾 還有10個 那大家都可以證明 我們之前不是有演講嗎 秘書長演講 純寧裡面也有 那是很早期的 13年前的 那時候就youtube已經都有上傳了 其實那些資料 今天都 都聽說有保存下來 那是很重要的一些 我們的歷史資料 都有在講到這些事情 也沒有跟你們 當然我講的 我也沒有跟你們亂講 真的都有講那些事情 我一講我就聽了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有沒有 台灣管理法第2條講的 我跟你們講 我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台灣關係法 他只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對 啊這個美國政府 要做台灣政府 欸 好像是對的 啊這個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代表這個政府是嫁的 啊嫁的後 又要做一個 新的 新的嘛 要做一個台灣政府 不然我們就來跟他聽說 我那時候新聞很清楚 啊對阿對阿 應該是這個沒有錯 我一直覺得台灣我們有問題 啊什麼有問題啊 我們說不出來 對阿就聽靈智這樣說 我一講我就 哇 我就醒了啦 後來我就來了 我跟他來了 我現在拍戲沒聽了 我跟他講啦 因為這是今天我為什麼要扭 這就是真的 這就是真的 好這台灣政府啊 台灣是一個國家嘛 就在這裡 好 這樣就我就說了 啊現在再來看一個抗美案 抗美案要看一下 欸我有論文啊 你應該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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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理想想辦法去網路上買一本 我在蝦比上面有 你找一下銅心去蝦丹就好 一本才一百塊 銅心那邊應該有庫存 我們有的東西一件都給他五十分的 一次都買五 都買三十本 五十本 你問一下他們應該都還有庫存 齁 你要拿到我去找 不說多困難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這個抗美案 來 這個 欸 看不出來就在 裡面有說到齁 第十七條齁 第十六到第十七條 戰後蔣介石擔任台灣的行政長官 通過1946年1月12日國籍法 消滅台灣居民的日本國籍 第十七 1946年6月22日第二項國籍法令 要求居住在外國的台灣人必須恢復中國籍 日本也未將台灣主權移轉給任何國家 二一 台灣人民至今沒有國家 請願者唯一的國籍是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中華民國 形成無國籍狀態 第二 該法院將剝奪國籍描述為一種比酷刑更為更原始的懲罰形式 請願者作為無國籍構成的特殊的傷害 國際法禁止任意剝奪國籍並造成無國籍狀態 二三 因此請願人的傷害可以追溯到被告 因為被告他們直接參與台灣的行政管理 又承認造成了請願人的無國籍狀態 毫無疑問 美國應對其代理人中華民國ROC的非法行為負責 二十四 根據國際法慣例原則 結合國際法及公告判決是解決本土台灣人民無國籍的適當辦法 第二 無國籍狀態將導致嚴重後果 聯合國世界人權顯眼 第十五條 重申該權利 每個人應該擁有國籍 第二十六 法律的追訴 時效期限不適用於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台灣人民的無國籍狀態是持續性的反人類罪 哇夭壽這條多嚴重 然後還有 第十二我們再補一下 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的任意去國籍化 對請願人造成損害 使這些人無國籍而沒有國際公認的國籍 並導致請願人或其代表人 遭受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其數而應在審判時確定 有嗎 他在跟我們說一件事 我們未來有一個軍事先破 而且會調我們所有的動心 去做見證 說你的國籍是不是有被更改 是不是有受到傷害 有嗎 我們任天都有機會 叫他調 調去軍事法庭裡面做我們做證人 你問一下你有受到傷害嗎 你有受到傷害嗎 你那會發達說有啦 有啦 我們就受到傷害 其實這也不用說啦 這 那個可能 到時候軍事法庭開 看他們怎麼開 看他調什麼人 然後會有陪審團 會有這個主審的法官 他們會去問這些問題 那個時候到 我們到時候開 我們就知道了 你看看 中華民國 做成我們台灣人民 這麼大的傷害 讓我們台灣人 沒有政府 沒有國籍 沒有國家 70幾年 你認為 軍事法庭開了 他會發 美國政府會把這些所有罪 都怪給誰 怪給中華民國 有時候中華民國 看要拖去對待 我不知道 反正台灣到時候 容不下蔣介石 跟他的中華民國 你看現在要拖去對 我就不知道 可能在太平洋地 不一定 我不知道 現在就有人留在台灣 就對了 你知道嗎 那個行神巨滅 我跟你說 人家會再拖一拖 這就是未來要上戰爭法庭 我們的抗美案 是軍事審判的 你知道嗎 那是未來的問題 軍事拖 哇 你不要開玩笑 你像中華民國還會拖 你如果看到抗美案 我們這些卷宗 你好好做研究之後 你的嘴都疼 你都不敢說 所以我們最要緊的 我們的法理訓練 訓練的核心 我們放在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跟我們的抗美案的卷宗 你這三個 如果我偷偷吃 你如果聽我的演講 照我這樣下去 你就知道我這個論文裡面 在講的要害在哪裡 因為論文我是都全面性寫 但是要害 我要特別跟你提醒 那裡就是重點 你要特別多看幾次 因為那裡就是我 裡面在講的核心 我們的重點都有一個keyword 論文都有keyword 那就是keyword keyword就是跟你說 哇這是很要緊的 非常要緊的地方 我這個論文的格式 可能會稍微改一下 我可能還要用一個keyword 在我們的前面的目錄 還有一個keyword 就是關鍵字 然後在第幾頁 有這些關鍵字 它主要內容在哪裡 我覺得這樣 讓你在翻論文的時候 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你 畢竟這個論文是我寫的 你不知道它內容放在哪裡 比如說你要找 找那個什麼 台灣人的國籍問題 台灣人到底是 是這個 要拿日本國的國籍的 或是要拿本土籍的 或是我們日本成名的 什麼樣的經營 你要做一個過例 那可能 我需要寫一下這個keyword 這樣你會比較好找 說資料在那裡 不然這有時候 那一本這麼大本 那資料這麼多 你說你要找到keyword 你如果不是我 你如果想我要找我 都很歡迎 這論文我自己寫的 大概在 在第幾頁什麼科目裡面 有什麼東西 我其實都很清楚 因為這名字我寫的 所以都在我的 潛意識裡面 在我腦海的潛意識裡面 我都知道 我那個寫的什麼東西 我很清楚 那一頁大概 裡面什麼狀況 我才會清楚 有沒有這些東西 我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寫的 所以我說你很多名字 你要自己去購 原因就在那裡 人文教室也說 啊 我知道是我知道 你知道是你知道 你想要知道 我就知道 拜託你也要學 對啊 齁 你 我幫你教 但是 那個也要你肯學 你要把他的工夫都學起來 就是這樣 他說 我知道是我知道 但是 你 你也不一定知道 人家意思是這樣 他都知道 就是你不一定知道 因為他這個 比較熟 他這方面比較熟 人家知道 啊 你不知道 其實他也知道 因為他 你絕對沒有 他的 他的知道 人家畢竟教授教那麼久 你教二十幾年 裡面什麼東西 人家都很清楚 那今天就到這裡 今天來 我今天來講一下 差不多 我們的 我們的 法理最核心的地方 還是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跟康米安 我今天都把重點 再跟你講一次 齁 啊 也跟你講 美國要在那 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手段 來恢復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第一 當然 第一 是都照法律 啊 他的手錄是什麼 叫全世界在我美國的信任之下 就說 我美國如果信任 也許說 我美國如果承認的 那麻煩你們這些 全世界其他跟我友好的國家 你也一起來承認 啊 美國要求什麼人來信任的 什麼人 啊 G7 七大工業國 七大工業國 如果把我們 台灣政府一承認下去 差不多全世界那些租流的國家 都會給你們信任 他說 老大都信任 啊 我們的長老會 我們的丟老會 我們的丟老會 全球主要國家都承認 其他你為什麼不承認 你只要那七大工業國 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地位 我問你一個問題 村的小老弟會不會跟班 那東南亞會不會跟 那非洲國家會不會跟 那東南亞國家會不會跟 那東南亞國家會不會跟 歐盟會不會跟 會啊 啊 如果這家都跟你信任 你就是一個國家你怕什麼 啊 我跟你說 就只有兩個國家不會跟 你信任而已 主要兩個啦 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 還有一個五老叔 不會跟你信任 因為那都跟美國在做對的 不可能跟他信任 那裡而已 剩下百分之九十五個國家 都跟你信任 啊 當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個國家 都跟你信任 你就是一個國家 啊 台灣政府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啊 這裡有一個合法的台灣代表 啊 台灣政府是一個國家 啊 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就都正常化了 啊 軍事法定 又把你開下去 啊 你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知道了 就沒有了 就結束了 其實你 其實你 這個人情感傷也沒困難 啊 現在你看看 人 美國政府所有的消息都說要支持台灣 哦 我要來協防台灣 有沒有 人家有說要支持中華民國 要協防中華民國的嗎 沒有 人家從來都不敢這麼講 人家現在美國政府官方嘴巴一講 他就是講台灣 他絕口不提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算哪根蔥 你現在什麼都不是啊 啊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什麼人是台灣的合法代表 那 那 中華民國聽到說要支持台灣 都跳起來 哇 我這個中華民國要返回聯合國了 要做五大長城理事國了 幹 整個想要有的 有夠可能的 你連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啊 你還跟 啊 你都還在對 集結交生 整天還在中華民國 這樣 你這種人你就不救了 那種小腦 中毒很沉 所以我說啊 未來我們台灣的消便宜 你會跟我們秘書長說 台灣齁 大家都要吃安眠了 這樣才會睡 啊 台灣都齁 一些瘦的 可能台灣消便宜要開很多 我們關這些瘦的 那中華民國四個季 跟台灣兩個季 都不不清楚 啊現在把我 發給正常之後 換他去瘦 啊 我們就知道 其實什麼人是瘦的 嘿 我不會跟你陪 有的人是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事實的 因為他叫中華民國 小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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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 短路秀道 小腦 真的 後來真的是發夢 甚至 有的人會去跳樓 所以 如果美國軍 如果美國軍 要選擇這麼大 台北市場的大樓 都用鐵鐵 把它收起來 我怕 諷之中華民國 在我們台灣 在我們 台灣 這邊土地跳樓 你把我們 揶揄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你都要想想 那些最壞的那些瘦的 你說 我們有時候我們好好的人 有時候想到那些瘦的做的工作 我告訴我 你也剩在等 你知道嗎 那些說好好的人 是不會去做的事情 那些瘦批言 那些瘦批言 那些真的抵抵抵抵抵 那些 你看傲的事情 都有人做 人說 人多 必有白癡 樹多 必有枯枝 這句話是對的 那些真的 更傲的事情 我真的做人做這麼久 真的 那些國比較傲的事情 都有人去做 真的 那些國真的傲的不白癡 這就是人類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 各位 我跟你說 美國現在要擋手的方向 是在全世界要新人台灣 現在開始動手 再來 人要新人台灣 就要想第一次問題 你台灣人的代表在那裡 爛 爛就要起來 阿相關的法人的配套 他都給我們做好 隨時要起來 可能就一個命令而已 你忽然間就收到一個民燈 說 我們準備要去集結 或是夫人你叫 我們要當台灣代表 我們要去訪問什麼的 都有可能 甚至是說 軍事法庭會先開庭 也不一定 這個我不知道 我感覺都有可能 第一不是軍 我以後是軍事法定可能的規定 把我們公告性判決 他會把我們台灣人做選擇 你台灣人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是有一種的可能 第二就是 直接去做台灣政府的代表 你知道嗎 人家會跟我們說 人家要新人台灣 你要做台灣的代表 可能從這裡開始 阿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我覺得兩個都有可能 阿可能同步進行 阿當然我不知道阿 你這給軍事政府去安排阿 這沒我們的事阿 你知道阿 反正大家就是 阿神明去做台灣的代表就好了 台灣政府的台灣合法代表 這樣就好了 阿中華民國那是絕對不可能 當台灣政府的合法代表 我給你保證阿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阿 中華民國未來的名顏 就是送軍事法定 沒有啦 阿不然為什麼要有這個抗美案 阿抗美案的被告為什麼是中華民國 你跟我說就好了 欸這次美國最高反應是你案的阿 是你那些阿 這案是要提審的阿 好那今天到這裡阿 謝謝各位